板橋中校公園旁的中校市民活動中心 進行街牌啟用典禮 重新街牌啟用主要是一樓 從圖書館改成活動中心 圖書館搬到原本三樓的市民活動中心 如此大動作的對調主要是居民反映 圖書館未在一樓進出多吵雜多 三樓活動中心老人家則是不好爬樓梯上去 而當年為了爭取市民活動中心 才會以加蓋的方式蓋在三樓 民國九十一年的時候 正理事公所為圖書館 那麼在九十七年的時候 九十六年九十七年的時候 我們跟我仁愛里里長 與我跟我們重慶里里長林信修 連應拜訪我們的前市長 江慧真江市長 希望由重慶里出全我們仁愛里出地 來完成這個三樓的加建 然後我們也感謝江慧真市長 來完成我們兩里里的心願這樣子 那麼在民國九十九年開始建造 那麼一百年完成 我們活動中心從三樓簽到樓下 是我們重慶里跟仁愛里 一個好像辦喜事一樣 大家都很高興 然後也感謝我們羅智政委員 還有曾患家議員的幫忙 才有辦法爭取到樓下 給大家一個方便使用的空間 立委羅智政新北十一元徵患家 收到地方反映意見 爭取經費修改樓層設計 讓不同的族群都能夠得到最好的環境 圖書館活動中心互相對調 搬上三樓的圖書館 能夠有安靜的讀書空間 搬到一樓的活動中心 好讓老人家常常來 過去那麼多年來 活動中心在三樓 對很多老人家來講 不論是爬樓梯 甚至只是坐電梯都非常的辛苦 而且安全上也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直努力 終於在區公所協助之下 能夠把圖書館 跟活動中心整個對調 我相信不只是有更安全 更便利的一個結果 更重要的 我相信一定會讓社區 有更好的活動空間 那從過往十多年來 這個議題在地方上 還是需求性非常的多 終於在今天 透過羅智盛羅委員 還有我們新北市政府 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從中央到地方 爭取更多的經費 能夠讓我們所有周邊 我們大豐禮 還有我們仁愛禮 廣德禮 讓我們這 還有重慶禮 讓我們這麼多的禮民 能夠共同來受惠 那也感謝我們新北市 市立圖書館的合作 我們將我們三樓的活動中心 跟一樓的越覽室 我們做一個樓層的互換 那也做了一個遷移的工程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活動中心 一樓的活動中心 也做了一個牆壁的粉刷 還有裝置的簡易的舞台 能夠提供一個舒適 一個活動中心 讓我們的市民來多加利用使用 地方設計公共空間 本就以服務居民為主 若是當初設計 無法滿足族群的需求 聽取使用者意見 做出了更改 不但可以提高利用率 也可以避免成為文資館 無人想去的窘境 記者林立吳智恆 板橋報導